亲爱的长辈 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是师亲主日 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的老祖宗 思想那爱我们的爸爸妈妈 或者阿公阿嬷 或者爷爷奶奶 时至今日 不少的人还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洋教 是不要公骂的宗教 我只能说这是天大的误解 因为圣经里头提到对父母孝敬的经文是蛮多的 甚至非常的严厉 比如说圣经说咒骂父母的要被判死刑 咒骂父母的要将他双眼都挖出来 类似这样的话在圣经里头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这是非常严肃的 其实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为什么基督教不拜祖先 不祭祖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真正的真理 无论它是东方或者西方 所以如果那是真理 我们不能说这是东方的真理 或说这是西方的真理 在数学上两条平行线是永不相交的 我们不能说到了美国两条平行线会相交 圆是没有脚的 我不能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 圆是没有脚的 你就给它一点点脚也不行吗 如果它是真理 它不会因为你的苛刻 或者因为你的温柔 圆就变成有脚的 圆之所以叫做圆 因为它是没有脚 有脚的就不叫做圆 如果那是真理 那就是真理 真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如果基督教信仰确实是真理 我们不能说它是阳教 如果基督教的真理教导我们 唯独上帝是我们当敬拜的神 除它以外没有别神 或者我们不可以把任何的像 把任何人当作神来跪拜 那如果这是真理 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 我们都必须去遵守 那另一方面 基督教对祖先的表达 对祖先的笑 不是以纪理 不是以敬拜的方式表达 而是以敬的方式 而不是拜的方式 去流露出我们对已故 父母或者长者的一种的追怀 一种的怀念 一种的追思 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课题 如果我们去研究基督教 在中国的历史 一直到了清朝 我们都知道 康熙皇帝和当时的教宗 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就是因为拜祖先的问题 后来在1742年 教宗正式宣布 正式宣布不要拜祖先 这礼仪之争因此兴起 而康熙皇帝立刻禁止 基督宗教在中国大陆 自由地去传播 也因为这个缘故 让基督教在那一个时期 面对了十分大的避害 而基督教堂很多都被铲除 而失去了一个广传福音的机会 是因为礼仪之争 是因为拜祖先的问题 时至今日 天主教重新反思 到了1939年 他们把这个礼仪之争的 禁止拜祖宗的教义 把它取掉了 除销了 所以今天的天主教 是可以拜祖宗的 然而基督教不会因为 被过去的这样的一个遭遇而妥协 我们仍旧坚持祖宗不是去敬拜的 应该是去尊敬的 不是用纪律表达的 而是用敬去表达的 这个坚持 时至今日 当然不是很讨好人 但天主教这样的去讨好百姓 也没有增加他们信主的人数 以台湾来做一个例子 这是有目共睹 天主教并没有因为这样 在台湾人数大大的增长 那我们更好地不去谈这种外在 我们从教义 从圣经里头的教导 一起来看有关记这个问题 首先记它有双重的意义 按照康熙字典 朔文解字里头提到 所谓的记 记是也 从事以手持肉 记的意思是献祭鬼神 也就是说 它的意思是以手持肉来献祭鬼神 如果你去看这个甲骨文也好 或者经文也好 你如果看这个记字 那这个是手 持这个肉 来献祭 而这个肉呢 是有血滴的 是生肉来的 然后呢献祭 献祭给谁 献祭给鬼神 所以这个记字 在原来的意思 中国的字里面表达的 是祭鬼神的意思 所以我们基督教认为 只能祭给神 一切的鬼 一切的人 都不应当 接受这个祭 按照广雅誓言说 祭也 求业 祭者 祭也 人神相介 故业祭 祭就是交际 也就是活人像死的鬼神 做宗教的献礼 跟祂建立关系的意思 那人已经气势了 我还要透过纪理 跟祂建立关系 就是祂变成了鬼 或者祂变成了神 然后我用纪理 跟祂建立关系 而 基督教认为 唯一活着的 那是永恒的上帝 我们应当用祭 跟祂建立关系 而不是 用祭跟死祭的人 建立关系 因为死祭的人 祂已经回到天父那里 祂已阳间 已经隔绝了 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 人死了以后 祂必须离开阳间 祂并不在 这个日常生活里头出现 那出现了 就大有问题 我们称之为鬼 所以基督教基本在这里 谈到祭的时候 是不祭主 只敬主 按照刚才我们所念的 十节 十节 十节里头的敬祭 祭拜 只归给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除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神 你不可以跪拜 其他一切的相 包括把人当作相来祭拜 都是不被准行 一切受造之物 都不应该接受敬拜 这是十节里面 第一 第二条诫命 很清楚的指引 那么 基督教的十节里头 提到祖先的时候 那里是提到 你当孝敬父母 你当孝敬父母 这是第五节 我们刚才念了 没有念到 第五节 你当孝敬父母 应该第十一节 十五 不是第十六 打错了 那我们应该在那里看到的是 你当孝敬父母 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因为第十节里面的第五节 它有两个法板 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法板 一个法板 十条 里头有五条在这里 有另外五条在这里 这是十节 那么 把孝敬父母 放在 对上帝的这条诫命上面 这是很微妙的 也就是说 对上帝的 而对人的 不可杀人开始 而谁知道 把孝敬父母第五节 放到跟上帝在一起 也就是说 孝敬父母 为什么 因为父母 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 所以你不可以得罪你的爸爸妈妈 得罪你的父母 不是你父母错 你得罪他 那你就是得罪上帝 他有这样的意义 在十条诫命里头 要表达 基督教强调的是 禁主 而不是祭祖 用禁主来私亲 而不是祭祖 为什么呢 因为孝是生前的 不是死后的 台湾人这么说 生前一粒斗 胜过死后一个大猪头 你 爸爸妈妈 离开世界之后 我请他吃运窝 吃鲍鱼 给他带了一个大猪头 最后请问是谁吃的 那这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宁可我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 我带他去吃客家豆腐 因为他没有牙齿 那表达我对他的孝顺 一个敬意 那好过死以后 一个非常丰盛的宴席 宋朝的欧阳修 也曾经说过 祭之风不如养之宝 他不是基督徒 不过他能够表达一个基督教的信仰 所欺图要表达的 我祭他用非常丰富的宴席 来祭我的父母亲 不如他生之前 我好好的养他 即使是那么简单的食物 好过死气的丰盛的食物 论理 孔子的论理 为政第七章说 金之孝者是为能养 至于全马皆能有养 不尽何以别夫 如果我对我的爸爸妈妈 只是给他食物吃 那跟狗和马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我们需要再加上一个狗和马 动物所没有的 就是对父母的尊敬 所以当我给他食物的时候 我还要尊敬他 当我给我爸爸妈妈钱的时候 不是丢给他 而是很尊敬的 双手捧给他 爸这是给你 妈这是给你 所以在孝的观念里头 最重要的是尽 而不是记这个观念 无论是基督教的信仰 或者是中国人 那些非常明理的学者 都很清楚地表达 我们古代的人的思想 所以这一种是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真理 我们一定要持守 圣经要我们孝敬父母 不是祭拜祖先 我们刚才提的第一点 就是爸爸妈妈 或者我们的长者 基本上 他是上帝在世界的代表 他在我们家庭中的代表 所以我们要格外地尊重他们 又按照以夫所书 第六章第一节里头所说 你做儿女的 当孝敬父母 孝敬在原文是kabut kabut的意思呢 是分量很重的意思 是非常重 所以我必须对我的父母亲 非常非常地尊重他们 敬重他们 这是第一个意思 那第二 按照十节 敬拜是向神 孝敬是向父母 所以我们不要把 这一个次序给颠倒 创造之主 就是创造之主 我们要敬拜他 被造之物 他无论多么的崇高 你还是要把他当作 被造之物 不应当去敬拜他 因为世界上 没有没有过错的人 包括爸爸妈妈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这句话是错的 我做爸爸 我有时候对儿女 都打错 也骂错 有时候自己的情绪来的时候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伤了自己的孩子 我做爸爸 我有过错 我必须要承认 我们作为儿女的 也有过错 爸爸妈妈也有过错 所以我们彼此 应该尊重对方 所以我们也不应当 把一个有失败 有暖弱 有过错的人 当作神一样来敬拜 这是不应该的 第三 父母既然是人 那我们做儿女的 知道我的父母亲有过错 我应当要学习 去体谅他们 原谅他们 然而对父母 这一个人 本身我还是要敬重他 为什么 因为按照圣经说 这乃是理所当然 这是天经地义的 无论他有过错 我还是要尊重他 因为他是我的爸爸 因为他是我的母亲 可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一样有过错 我要怎么样 我要学习去原谅他 所以古人说 小杖则寿 大杖则逃 就是不要献父母 于不义的意思 我的父母亲 如果拿藤鞭打我 他打不死人的藤鞭 那我错了 就被他打 如果他拿大杖来打我 我要逃 免得我爸爸把我打死了 那么我的爸爸 要负起不义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为着 让我爸爸妈妈 不会陷入于不义 我就逃 这是有道理 今天有一些做父母亲 特别过去我们说 严父慈母 养不交 父之过 那我们已经 中华文化的这种思维模式 一直笼罩在我们的心灵中间 所以做爸爸一定要很严肃 我回头想想我爸爸 我很少看到他笑 他如果有笑 一定是在外面 在家里都没有笑 好像回到家 就必须要装着自己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男人 这叫做爸爸 是吗 是这样吗 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 我们做父母亲的 一定要体谅我们的孩子 正如孩子 一定要体谅我们做爸爸妈妈 而不是严格打骂 就能够出孝子 就能够出好的孩子 没有这回事 最近 国内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有一个女生驾车撞倒人 撞倒人之后下来 对方受伤了 他到车里面拿了一把刀 把他刺死了 后来他被捕 被捕以后 就问他 为什么你要杀人 你既然撞倒他 快快把他送进医院 你为什么要杀他 他说因为我害怕 为什么害怕 我怕 我怕我爸爸会责骂我 我爸爸不能接受我 我有任何的过失 冤枉 所以结果他被判死刑 他说我恨我的爸爸 爸爸严格是应该 但是严格必须按照真理严格 而不是无理地打骂孩子 一天只有骂 一记称赞都没有 他说我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 只有责骂我 这个不行 那个不好 这种心灵中的伤害 带到凶杀案里头去 这是冤枉 所以我们作为父母亲的 我们一定要自我反省 常常回到圣经里头去学习 如何做一个爸爸 就是我们的天父 天父是我们的原型 original的 就是那一位 我要学向我的天父 如何做爸爸 这样我就能成为一个好的父亲 好好带领自己的家庭 带领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个智慧 而我作为儿女的 我一定要学向耶稣 向耶稣如何孝敬他的父母 我要学习像他一样 去孝敬我的爸爸和妈妈 这样你就是一个孝子 这是符合圣经里头 给我们的教导 第四 真言书里头要 儿女听从父母 一个智慧的教诲 并要遵守远离罪恶 正如真言书里头所说的 而孝经里头也说了 他说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立身行道阳明以后事 已显父母 孝之中也 你看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头发 一切都来自于爸爸和妈妈 我去损伤他 就是对爸爸妈妈的不孝 保护自己 使我父母亲不要为我忧伤 这是孝的开始 最基本的 连这最基本都没有 每一天三更半夜回家 不孝的行为 你让你爸爸妈妈忧虑 你在你外头会发生什么事 忧虑有一天你会患上癌症 你会病倒 进一步的立身行道 把爸爸妈妈教的好的东西 好的学习 让他视线在我在日常生活里头 扬明以后事 让我们的名 让我爸爸妈妈的名都显得好 来显明 他们是一个有教养 我们是一个有教养的 我爸爸妈妈是一个非常懂得教义孩子的 已显父母 这是孝所应该有的更高的一种表达 我们恳求天父亲自帮助我们 基督教信仰 确实是这样的教导我们 要听从父母的话 但是父母并不是绝对的 我在说 所以圣经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是很有道理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会 我如果去听从他 会使他陷入不意的话 我宁可冒违背父母的 精神的一种表现 直到有一天我父母醒悟过来了 还是我孩子对的 我当初不应该做这些事 那你真正的才是孝子 而不是爸爸妈妈做错了 你顺着他 去买马票 你跟着要去买马票 这是很简单的例子 你去拜 你也跟着拜 不 你要跟爸爸妈妈说 不 我是基督徒 我不拜 清明节到了 爸爸妈妈 我会去扫墓 我会去献花 但我没有再祭拜了 我希望你了解我 我是基督徒 我敬拜上帝 我尊敬你爸爸 我孝顺你 用一种很坦诚 很有立场 态度非常温和的 去表达我们对基督教信仰 也让爸爸妈妈尊重我们 让他们有一天会去反思 而来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最后我要提的 我们今天 要做的是先生前的 而不是死后三支香 去取代真正的孝 那么基督教的礼仪上 怎么样去表达我们对祖先的敬呢 第一就是在丧礼上细数 弃势者的生平 包括死者的为人待物 他的品德和信仰上的伟生 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 你看基督教的礼仪是那么的严肃 那么的树木 那么的有意义 怎么说呢 因为在山里头 不是听康 听康 听康 听什么都没听到 就听到敲楼打鼓的声音 而不是我去参加的时候 我真正听到 人在细数 我已故的爸爸 他的德行 他的为人 我从中可以去学习 这是对当事人一个 十分尊敬的表达来的 孩子上前来说 我爸爸这一生给我留下 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印象 每一天早上 我就看见他起床 就坐在大沙发那里 就在那读完圣经 我就看着他跪在那里 一年如一日 几十年来 我爸爸都是这样 更让我不能忘怀 是我爸爸 遇到经济大风暴的时候 他几乎要破产 可是我爸爸 从来没有带着 忧愁的恋孔来对待我们 我爸爸 信仰在他生命里头的影响 是那么的深刻 他不能不叫我 想去进一步的认识基督教信仰 我信耶稣 基本上是我爸爸造成 你看如果在山里头 讲这些话 对死者 是一个十分大的尊敬 我们 比如说像我的家族 我起了我太太 每一年 年初二的时候 我太太的家人 我一定会跟着他们 一直到墓前 到坟墓前 年初二哦 说新年不去坟场 不是的 我们年初二一定去的 去到坟场 我们就在那里读一段圣经 一起默哀 一起分享 做子孙呢 就在那里讲 爸爸的故事 讲 爷爷的故事 那么子孙在旁边听 这些孩子们在细数 有时候他们笑 有时候他们进入城市 每一年都是这样 多有意思啊 山里面 整个藏野的过程 是那么的简朴 而且庄严 而不是奢华 不是黄文辱介 不是请了那些的道士 花了这么多的钱 做所谓的功德 看不见的东西 由他说就算 不是 我们用这一种 非常严肃 但是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表达的方式 去期待 而子孙呢 又穿着整洁的衣裳 蓝衣 子孙 白衣 孩子 我们还是按照 有一点规矩的 不要随随便便穿 更不应该穿红色的 除非 你老妈已经活过 一百岁 你穿红的算了 要不然 子孙是不穿红的 不穿绿的 不只是穿白跟蓝的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 我们还是要保留 一定的中华文化的秩序 那这种的 整洁的穿坐 是很重要的 不要人家来到你家 看着穿坐 邋遢 这个对死者 没有一种尊敬的意思 不是 而且一个严肃的心境 来接待前来 悼念的亲友 不是 谈笑风声 而是很严肃的 然后跟他说一些 关于爸爸妈妈的故事 我们这个过程里头 不掺杂任何 迷信的色彩的活动和仪式 包括我们没有烧香 没有烧蜡烛 没有祭拜礼 在死者的口中 也不要放那个玉石 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做 不需要选择日期 几天一定要下葬 我们中国人 一三五七 三四是单数的 双 喜事是双数的 所以呢 一三五 死者死了 三天下葬 或者五天下葬 或者七天下葬 何必放到七天呢 除非非常不得已 有远方的家人 必须从国外赶回来 没有办法 要不然尽量不要放七天 你自己麻烦 你也给别人麻烦 而且要把特别多的针 免他的尸体 遗体呢 变化难看 所以五天是最多的 那你说放四天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的 在基督教信仰里头 天天都是好的 为什么 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 上帝赐福给我们 不是你说了算了 放三天以后就没事 放五天那更好 我告诉你 两天也很好 四天也很好 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们不选日期 不看风水 当棺木送出去的时候 不要这样避开 你真的很不孝顺 爸爸妈妈要走了 连最后一眼都不看 为什么 你怕冲沙到 冲到耍到 你是基督徒了 谁冲你啊 你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跟你冲沙 你搞什么 日本人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日本人认为 死期的爸爸妈妈 只有给他祝福 不可能给他灾难 我们中国人非常不孝 会想到死期的爸爸妈妈 死后会变成鬼来抓他 因为没有给他东西吃 我妈半夜三更睡着了 我回家的时候 炒了果条 我去叫她起床 妈 起来 妈说干嘛 我炒果条回来 你神经病啊 我刚刚才睡着了 你叫我起床睡觉 我告诉你 睡觉人都不需要吃 死了人需要吃吗 这简单的道理 读了这么多书还不明白 所以有一些的东西啊 我们自己清楚 我们知道 很多的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处理 那祖先年纪的时候呢 邀请亲人聚集一堂 几行周年的追思礼拜 也一样请他们来 细数 我们并不是忘记他们 那清明或过年过节的时候 前往祖坟去扫墓 献花 我们没有烧香 没有点蜡烛 在墓前讲述 孩子的 气势者的好的品行 然后一起默念祷告 结束 也就是以墨哀代替跪拜 以花去代替香足 死者死了 不要太悲哀的哀哭 好像没有盼望 所以基督徒应该以盼望 代替 极度的忧伤 忧伤是很自然 我太太最近半夜又起来哭了 为什么 因为她姐姐气死 她还是会哭 会忧伤的吗 谁不会忧伤 有感情的吗 但是问题说 你怎么可以 又唱歌又哭 哎哟 你知道我们出见人 如果爸爸气死的时候 他会唱歌的 你知道吗 一边哭一边唱歌 哇你在旁边好辛苦 死了吗 你唱歌他听吗 你真的表达忧伤 不是这样生前 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盼望 我们只是说 他先走了 我们以后在那里见面 甚至他要死之前告诉他 你先走了 我们改天见了 这是基督徒的盼望 所以最后要说的 基督徒强调 生前的进 不是死后的进 对于死亡 我们没有恐惧 也不信死以后 会变成厉鬼 这种迷信的思想 所以对于死后的世界 我们充满着盼望 因为在基督里面 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你的权势在哪里 感谢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已经得胜了 所以我们已经有这种盼望 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再添加见 所以今天不惜过度的忧伤 不过总是会怀念 我们继续来怀念 好 我们现在就来怀念 请你们拿起 我请大家带你的 已故者的相片 我特别带手机的相片 所以大家可以把相片 拿出来 然后呢 你手上有一朵花 对不对 我们今天 进行一个非常简单的礼仪 来表达一种追念 我们一起起立 那你看这相片 然后把花表示献给他 一种追念 我怀念他 我们一起低头 来默思默念一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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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在我们生命里头 把一个自身影响 我们的生命 放在我们里头 谢谢你给我们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爷爷奶奶 和我们自亲的人 他们在我们生命里头 给我们带来 无限的祝福 我们对他们有无限的追思 就在今天 在世亲主日的时候 我们追念他们 上帝啊 你的爱在我们里头 也在我们的家族里面 在我们的子子孙孙 爸爸妈妈的身上 主让他们全家 让我们全家都能够信靠 耶稣基督 主让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 有一天会在天家间 主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以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感恩 向你赞美 你奇妙的作为 你是创造天地 以宇宙万物的主 你是独一的神 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谢谢你 也在我们生命里头 把你的代表 放在我们生命中间 我们如此感恩 祷告 祈求 给我们的家人 特别我们年纪大的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爷爷奶奶 身体健健康康 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祈求